在NBA的历史中,有的球员一年之间辗转多只球队,可以说是一直在联盟流浪,但有的球员却和一只球队有着不解之缘。 这时候,你肯定会想到科比,但在2018年7月23日,路维茨基和独行侠试约,签下一年500万美元的合同,路维茨基超越科比成为联署21个赛季被统一只球队效力的记录。 刚进独行侠的时候,路维茨基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,转眼间也成为了满脸胡子的大叔了,想一想,路维茨基已经是40岁了高龄了,在独行侠,路维茨基完全不是为钱,他没有聘请经纪人,没有中间的差价,合同也是让老板看着给的,还总说老板给多了给多了。 这样的人称得上是超巨,之前乔丹就曾经表示,在他的时代,他认为詹姆斯,科比和路维茨基是一定可以成功的,路维茨基只想好好打球,为了独行侠,他的心词一降再降,据统计,路维茨基已经降薪1.1亿美元了,不得不说,这样的路维茨基则是令人感动。 如今,路维茨基又做出了一项决定,甘愿打剧补,把自己首发的位置拉出来,这样的巨星值得尊敬,能在这个时代,见识到路维茨基这样的人,求你们也是心甘情愿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